恆基在今年8月向政府申請了大埔臨村土地共享先渡計劃 面積是200萬平方呎 可供應到12000伙 數目是2020年全香港供應的一半 我認為私人發展商在舒緩土地供應問題上 是可以扮演到更積極的角色 恆基在支持政府加快土地供應和發展 新市鎮方面 只要能夠協助香港的發展 解決房屋問題我們都會考慮和研究去做 例如恆基參與政府的過度性房屋計劃 我們借出了在江夏圍42萬8千隻的土地 是目前全港最大的過度性房屋項目 可以提供2000個單位 目標是希望幫到1萬個家庭 幫助他們解決延離至今 香港土地供應除了發展新界 發展舊區推動市區重建是非常重要的 恆基在舊區重建方面一直都下了很多功夫 我們重建舊區的落成量一直都領先市場 甚至比市建局更多 舊區重建過程其實是花很多功夫的 但我們仍然認為是值得的 重建舊區會製造到很多新的房屋供應 更可以帶來全新的就業機會 改善社會的環境提高生活的質素 值得一提的是未來前海的面積將會大大增加 和香港的聯繫都會更加緊密 香港必須要觸緊這個機會 和前海二致大灣區進一步融合發展 特別是新界西北洪水橋洛馬洲等 都會有很大的協同效應 有很多發展的潛力 相信未來也會為年輕人 帶來很多本地就業的機會 同時更可以擁抱大灣區發展 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 海外的廣東 海外,農民國家發展 全景的圖體 我們也知道 我們要參加 壹個社會 遇上了 香港的發展 每個社會 遇上進行